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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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静坐的时候 都没有用这个肉眼 来看任何画面 我们完全都是用我们的心 体会的 然后我们就采取 自己感觉最轻松 最舒服的桌子 来打中 单盘散盘坐椅子 或者要靠背 都可以 现在我们 感觉正在休息 所以我们就选择一个最舒服的桌子 来打中 也就是我们做下去的桌子 感觉 我们还可以再调 没有关系 我们正在休息 每一天的肌肉 美肌的肌肉 也跟着 分轻松 我们的肌肉 我们没有装着眉头 我们没有装着眉头 打中 那一天的肌肉 那一天的肌肉 也会让我们的肌肉 也会让我们的肌肉 那一天的肌肉 也会让我们的肌肉 我们的肌肉 那一天的肌肉 也会让我们的肌肉 也会让我们的肌肉 肌肉 胸部 胸部 腹部 背部 也跟着放轻松 背部的话 我们刚刚好地停止 如果太直的话 会让我们感到紧绷 不舒服 但是如果我们调得太怂 我们会脱背 然后容易浑沉 容易打瞌睡 所以我们调得刚刚好 让轻松舒服的感觉 感觉着正面 并肩进行 要不也放松 两只脚 大腿 小腿 直到我们十只 脚趾头 都完全 都完全 放轻松 全身都放轻松 全身都感到 失败 然后我们来 解释看看 我们的体内 就像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 里面 里面都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任何内脏 都是空心的 当我们的体内脏 当我们这样想 自己也会感觉 呼吸的时候 更顺畅 更舒服 身体也变清 接着我们来 深呼吸 两三下 正接着我们 轻松 舒服 舒服 感 我们来 又深 又深 的 细细 然后再 慢慢 的 脱细 再一次 追深 追深的 细细 然后再 慢慢 的 吐息 我们一整天 都在忙 着忙呢 现在我们 先 一呼吸 来 来让我们 身心 感到 放轻松 所以当我们 吐息的时候 我们就把 所有的 负能量 所有的 压迫感 全部 都排出来了 我们 我们再一次 最深 最深的 吸气 然后再 慢慢 地 吐息 现在 就剩下 细细 滑滑滑滑的感觉 轻松失败的感觉而已 现在我们感觉 好像自己正在坐在宇宙的中央那里 一个人坐着休息 在这里 我们与外在的世界完全都隔开了 在这里 坐着休息 身体感到更轻松 更舒服 我们的心里 现在我们也试试看 我们把所有的念头 全部都放下来 全部都放下来 现在无论是 什么责任 什么任务 什么问题 我们全部都放下来的 让我们在 这么短短的时间 能够完全 能够完全 可以体会到 放松 可以让我们 可以让我们感到 放松 身体 然后我们 有的人舒服点是在身体里面 有的人舒服点是在腹部的中央那里 也就是在体内的中心处 都可以,现在是身心放松的时间 所以我们感觉哪里舒服 我们就先把心安放在那里 当我们的心能够回到舒服点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很轻,很柔 也就好比头部整着柔软的枕头一般 我们很想把心一直宁静 定在这里 感觉我们的心已经回到家了 感觉很安全 很自在 心越静 越定 失败 失败的感觉 会越来越增加 自在的感觉 也会慢慢 扩展 扩大 扩大 能够 慢慢地渗透到 我们身体的 每一个细胞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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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的 我们就把心宁静 定在这里 现在我们 没有想要任何东西了 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舒服点这里 享受来自宁静 的快乐 宁静 轻松 失败 接着就请大家 各自练习一下 好 优优独播剧场上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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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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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隆布主师 隆布特末是有法圣师父 账老奶奶等等恩人 然后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 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愿他们有更舒适的生活 有机会回到人世间来修功德波罗蜜 然后接着就请大家 各自发为善的愿 请大家以醉发喜的心 互相随喜功德 萨徒 扎念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画面 另外一种是声音 也就是说 有些时候我们静坐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画面 或者我们有听到 谁在简化的声音 或者我们自己简化的声音 有关画面的话 我们是以意念观想来解决 那么声音的话 我们以什么东西来解决呢 我们以默念来解决 默念就是我们会在我们的心里面 发出很柔软 很细腻的声音 连续的默念 那么我们应该要默念 什么声音比较好 有很多可以选 但是不要太长 不是伦彼说 要默念声音 那就直接做完课 或者送顺法轮经 这个太长了 我们不要太长 如果我们必须建议的话 我们必须建议 Sama Alahang Sama 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曾经听过了 常常听到 我们每一天 送顺法轮经的时候 对不对 Sama 什么 Sama Thiti Sama Sankapo 对不对 Sama 是什么意思呢 Sama 是正确的意思 然后 Alahang Alahang 就是阿罗汉 或者远离烦恼的意思 所以Sama Alahang 就是正确的 远离烦恼的意思 就在心里面 轻轻柔柔的默念 Sama Alahang Sama Alahang 在祖师的时代 祖师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非佛教徒的人 他有生一种病 皮肤病 就做脑种 长脑种 你们知道脑种吗 不知道脑种 它就像 里面有脑 但是很大颗的 如果谁有长 这种脑种的话呢 可能要动手术 想象得出来吗 想象得出来吗 不是流 不是流 哪种 很大颗 差不多这么大颗 不知道对不对 想象得出来吧 想象 我想象象 那个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这位非佛教徒 他 长这个 脑种在哪里 在喷嚴 在喷嚏 可以以喷嚏 可以以喷嚣 修来治病 所以他就带女儿 去看 去找祖师 当祖师看到 他的时候 祖师就 静了一下 然后就微笑 然后就说 这种病啊 sabai 的 囊 种 sabai 的囊 种 奇怪吗 明明是很痛的 为什么祖师说 sabai 的囊 种 然后祖师就说 不要去找 其他医生了 回到家的时候 就意念 不能意念佛 对不对 因为是非佛教徒 意念水晶球 在肚子里面 然后就 默念 什么阿拉罕 祖师就说 这样做 sabai 的囊 种 然后呢 这个就是 回到家 虽然是非佛教徒 但是因为会影响到 自己的生命 没有其他的选择 没有其他的依靠的 只好听 祖师的话 去做 就在心里面 意念到 水晶球 然后就默念 什么阿拉罕 当他默念 什么阿拉罕 的时候 虽然那个囊种 还是越来越大 有发高烧 但是他却觉得 好像没有痛苦的样子 然后呢 当第五 第六天的时候 他发现 没有发高烧了 但是那个囊种 还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然后呢 他自己就说 跟旁边的人说 我只能活 两三天而已 然后我就要走了 等到他 最后一天 那个时候 医生摇头了 不行不行 一定 一定走的 那就 请旁边的人 请亲戚 来照顾他 亲戚来照顾他的时候 怎么跟他说 跟他说 你要意念到 我们的神呢 那这位 非佛教徒 他怎么说 不对不对 要默念 什么阿拉罕 要默念 什么阿拉罕 然后呢 也炫 其他的亲戚朋友说 你们也要 一起默念 什么阿拉罕 但是他们 有没有听话 没有 因为 不是信佛的 然后呢 他就跟 他的妹妹 讲说 当我走了之后 你去找 北人 是主持 然后你 去顶礼他 然后你就跟他说 我看到佛了 我看到佛了 然后呢 当他真的走了的时候 他妹妹就 办上事 然后呢 去找主持 然后就说 师父 师父 我姐姐往生了 她往生之前 她说 她看到佛啊 就是怎么说呢 我不是说了吗 这是 Savai 的男种 所以大家看呢 什么 有很大的威力 本皮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不过时间 不够了 我们明天 再继续听 大家可以试试看 本来 如果你们 你们 有空的时候 有的人 什么样呢 可能在心里面 有出现 某种 歌声 或者 有 听到 在心里面 有出现 很窄乱的声音 试试看 用这个 Sammara Hang 来解决 每一次 Sammara Hang 多不产生 生工得 今晚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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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晚安 明晚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